國民黨的民眾黨要來分駛 下架民進黨的力量 那可能會是藍白相捐 會比到主要的贊成 我們用算數來看嘛 賴金是35% 現在65% 如果把特朗普的打到20%以下 或者45%我就贏了 有什麼困難 就很有機會啊 特略上就是說 就贏了嘛 有那麼難嗎 不好意思想再詮問一下 就是說現在是要來攻民進黨 不過外界也分析說 因為現在國民黨的民眾黨要來分駛 就是等於是這個 下架民進黨的力量 那反而是可能會是藍白相爭 會比到主要的戰場 是 藍白現在看起來有點相爭 可是這樣我們用算數來看嘛 按照民調 民進黨支持度35%嘛 是不是 大概就是賴金是35%嘛 剩下65%嘛 所以如果把這個 特朗普的打到20%以下 我有45%我就贏了 有什麼困難 我就很有機會啊 策略上當然是 策略上就是說 我要鞏固鄭南的票 藍軍要歸隊 事實上你看今天上午各種反應 網路上 藍軍已經開始歸隊 都很興奮 對不對 然後何友宜去 吸引中間的選民的票 甚至一些淺綠的票 所以我顧北北基 我顧這個北北基 移北北基逃 對不對 然後呢 何友宜貴中南部 然後盧雀燕 走好 東部 不就贏了嗎 有那麼難嗎